好像比人家的角度要稍微 稍微再翘高一点 这个40多岁的这样还可以吧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夫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就出了1220集的节目 我好一阵子以来 都给大家做一些比较简单 好上手的一些官方的小玩具 或者是一件变形之类的玩具 人家都说 大鱼大肉吃多 偶尔吃点青州小菜 我们青州小菜小品吃的多了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上一点 稍微豪华一点的大餐 这个藏王阁所推出的 至今到变形金刚冲云霄 或者叫巨猙龄 当然台湾有一段时间 把这个名字叫做霹雳星 总而言之是一个狂派 由兽类合体而成的一个合体金刚 那么这一次的话 规避版圈的关系 其实藏王阁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吃油神 这里其实有写着蛆油对吧 然后这个猎虎是变形成合体之后的一个右手臂的一个状态 我相信很多男生都希望自己的右手跟老虎一样的有力气 我是不需要 我只要手指跟蚯蚓一样厉害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没注意到他取名叫吃油神 是我在看到这个人物卡的时候 看到这个 透过上古酒离不足 酒离也对不对 这个就很明显 如果你对皇帝跟吃油这些传说熟悉的话 就会对这个感觉到非常的有意思 等于是在规避版权之余 赋予他一个新的设定 这也是变形金刚第三方玩具 在命名上面 我一直很喜欢去研究这些东西 那这个名字 有这个武器的名字 我是觉得 实在是非常中恶 但是也不能说他不好 就是这个武器 叫什么 烈速穿身斩 还有这个散极巨能爆 明明是武器 但听点像招式的名字 好吧 你能看得懂那就好 那人物卡的话 这个应该是属于纸 我觉得应该是纸类吧 我这样感觉起来 那我反而是比较喜欢这种 有纸类感觉的这种人物卡 我们小时候收集的那些核玩 里头的人物卡都是纸类的 现在电话卡材质的 我反而是比较没有那么样的感到兴趣 那我们的话就 把这个 什么 名字我忘记了 看一下小超好了 这个烈速穿身斩 这个是他的烈速穿身斩 那中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骨骨干的部分 是透明的部件 那没有没有其他 没有其他的一个一个变形的一个机构 这条件可以可以拉出来 那应该是没有其他作用的 那这个倒角处理的不错 包括这个最尖的部分也是一样 基本上 没有割伤人的可能性 这个割碗的话 如果说你女朋友说 你再玩变形金刚 我就割碗给你看 不要理他 让他去死吧 做不到的 然后这个是他的另外一个 看一下名字好了 OK 散极巨能爆好吧 明目张胆看小超 这个兵器的话呢 这个可以安插在老虎的背上 或握持在人的手上 这个感觉就颇有这种钢弹或者是层照射的那种感觉 这个上面的这个小字的一个字型摸起来的这个倒角的处理 这个武器倒是做的摸起来是比较舒服一点的 那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手掌的部分 手掌 那这个呢 这次附带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右手的一个部分 是一个右手的部分 那上面呢 虽然尖刺很多 但实际上呢 也并不锐利啊 这个可能稍微尖一点 但是呢 也不至于到位歌手的一个地步 那他比较有趣的呢 是他这个手掌的设计啊 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还蛮妙的啊 首先 这个是转动啊 这个地方声音很大 很紧啊 但是大型的合体金刚关键紧一点都算了 这个地方呢 呃 它可以变形成一个螃蟹啊 这个地方是要先解开啊 就是这这一带啊 这个地方是这样扣起来 它扣起来之后呢 这个拇指的这一块呢 这一块啊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肉的这块部分啊 在这里啊 就会固定住 那你必须把它解开之后呢 这个部分才能够整个给翻出来 那它是可以变形成一个 这里翻出来 这里有一个凸啊 记得是要把它扣进这里啊 这是它正确的一个变法 这个地方把它转过来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 扣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部件呢 往前面放下来 再来的话呢 是这个 它是有附带一个 就是所谓的 这个变形成这个螃蟹的一个 一个一个设计啊 就两个手掌呢 可以组合成一个螃蟹啊 这个地方啊 两侧两侧都有凸啊 对应边的话呢 这个里头这里有两个 有两个凹啊 从这 把它给转进去啊 然后是 就是稍微转动一下啊 会变成一个 熬啊 什么的啊 这样子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这样 就有一个 类似于是一个螃蟹的一个熬 OK 然后的话 这是螃蟹的一个 呃 这一侧啊 但是另外一侧的话 就是 就是要另外一个手掌啊 来做一个组合 这个的话呢 可以在说明书里头呢 去看到啊 就最后你看 啊 它是两个手掌 可以拼成一个 像螃蟹一样啊 这个也算是在 呃 呃 等于是说你在这些猛兽 合体之外的话呢 还多了一个螃蟹的一个 一个 小怪兽啊 小猛兽 我们来看到 这一款猎狐的机器人 那个形态啊 首先的话呢 身高比例的话呢 各位可以透过画面 以头去看得到 它跟铁工厂之前 推出的黑狗队成员的 大合体 差不多是一样高的 那如果用官方的玩具呢 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节目里头 经常出现那个 deluxe等级的玩具 啊 所以今天这个玩具呢 体型比较大 镜头呢 有时候比较不好带啊 那如果NG啊 失败的话呢 就请各位多多的单带了 那我们就直接来 看它的一些细节啊 首先呢 头部的话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透光性 你就要稍微遮一下呢 眼部的话 就会有不同的明亮 转到后面看 你就知道了啊 整个是一个 黄色的透明部件 非常非常的高透明度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左右转是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是个戴口罩 然后眼部又是 透明件的关系啊 所以这个头雕的话 基本上呢 也就没有什么好评论了 因为基本上 没有什么 所谓的神韵不神韵 能遮的 已经全部都遮起来了 头上的话呢 是这个金属漆的一个感觉 还算相当可以啊 口罩的话呢 则是一个 有一点这个橘黄橘黄的感觉吧 那这个应该也是在红色的这个 塑胶上面去加了一个涂装的 那它头的后面的话呢 我是看网上一些图片 好像它们可以再折平一点 但是我这个操作 好像就操作不到位 还是怎么样 就感觉 好像比人家的角度 要稍微 稍微再翘高一点啊 这个四十多岁了 这样还可以吧 然后后面的这个地方呢 这块部件的话是有个咬合要卡进去的 那你可以看到背后的一个造型很饱满 并没有什么偷窖的状况 身上这些小字的涂装呢 还蛮多的 这个呢 都增加了几分这种 比方说成造社的那种玩具 都会有这种小字啊 这个都可以增加机器的一个巨大感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它的一个头部的话呢 虎头的话呢 就直接的呢 放在一个胸部的前面 那獠牙的话 非常的显眼啊 这个地方摸下去 稍微有点扎手啊 而且它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金属部件 以及呢啊 这是金属 以及这个地方 两类下也是金属部件 以及这个地方啊 也是金属部件 那么继续往下看的话呢 它这个腰身的话是左右可以转的 那变形的时候呢 变形成合体的一个手的时候 是可以拉出来的 那这个关节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紧啊 毕竟是一个大合体状态下 是需要做一个支撑用的一个右手啊 自然是关节会比较紧的 那手臂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声音是比较恼人一点啊 然后这个地方转动呢 有齿轮的声音啊 那这个我不像数字提过了啊 我觉得一个机器人玩具的话呢 如果肩膀这个地方转动 有齿轮关节的话呢 啊 质感的话会提高很多 因为它玩具的话 会有一个反馈的一个震动 而它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直接做了一个外露式的一个 你看到吗 这个地方是有一根小小的凸啊 那你转动的时候 这个齿轮在这边 它会跟它去产生一个 OK 这样各位能够看得到啊 就这样子啊 直接就是从这个地方呢 产生一个摩擦力 手臂的平举呢 要完全平举的话 会这样子啊 造型的话就有点点走光的感觉了 那手臂的话呢 这个点 这声音啊 是上点戏油是可以改善啊 如果说节目拍完之后的话 再给各位 因为想要直接展示给大家看 它实际的状况啊 所以我就不先做处理 而且它实际上 虽然有声音啊 但是 并不是说会紧到你掰不动 手臂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双重关节啊 上方 上方这里可以 但是上方的这个关节就感觉偏紧 下方就比较一般啊 比较一般 手臂的话呢 这个地方全都可以360度的转动 然后手部的话呢 它还有一个 像这个红色的 你看 它这个地方多了一个 可以 往上翻起来啊 有一个这个钢铁人 这个掌心的一个感觉 那手指的话呢 是基本上呢 是算是比较高可动的一个可动手了 这个地方 手臂这里可以收起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小小的白痕 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掰到 还是说拿来就这样子了 但是基本上也不影响啊 基本上不影响 我也不知道这怎么会有个白痕 并没有什么地方会去去凹到它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啊 反正是不影响把玩就是了 完全不影响啊 那你看到这个地方 中间是有一个凸啊 这个凸的话呢 就是要握住这个武器 武器中间是有一个凹的 那这个键的话是还好 因为键的话呢 是可以直接从上往下查 你可以先握紧之后 握紧之后呢 再给它给放进去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这个转动一下啊 在这边 键的话可以直接由下 由上往下查进去再握紧 因为它那个有一个缺口 刚好可以把它给握紧 但是呢 这个插 插孔的话 因为感觉不是插得非常的深啊 握的话还是要 还是要尽量的啊 像这边一样 是要用一个 呃 指头去把它给握紧一点 可能比较安全吧 然后接着看它的一个裙甲 这一片裙甲的时候 变形的时候 会稍微调整一下 前后可以动 这一片也可以动啊 然后脚的话呢 是前后 都有一个 齿轮关节啊 这声音也是比较恼火一点啊 侧梯也是有齿轮关节的 膝盖 有齿轮关节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可以动 不过这个脚的一个造型 我个人觉得 好像是稍微的难开一点 个人觉得 这个脚后跟啊 什么的 收的不是很漂亮啊 后面的话呢 有一条这个人形啊 这个兽型下的一个尾巴 基本上也是直接折在后面的 啊 造型来说的话呢 我是觉得还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啊 尽管他人形其实没有没有达到我很喜欢的一个点啊 因为我喜欢的机器人的一个加分的点在他身上好像比较少出现嘛 顶多是肩胛可能比较合我的口味 还有胸口一个老虎的造型 其他的话呢 以我的生理观念来说的话 啊 算是普通了啊 但是涂装的部分的话呢 是可以加许一下的 那我们从他的一个头部呢 转换开始来做一个变形啊 第一个步骤的话 我会建议呢 先把后面的这一块啊 这块结合卡锅给松开 松开之后呢 先往后面扯开来 然后把这个虎头的部分呢 往前面 整个呢 连同原来的一个头部呢 给拉出来 两侧部件翻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原本这个空间呢 啊 现在要让给这个头呢 来做一个收纳 头啊 记得给转正啊 再把它给放进去 那从这放下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 这里有两块凸 就是要扣在这个 黄色部件里头 有两个洞 从这个地方 这里把它给扣上去 从这的话呢 先暂时到这个位置就行了啊 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松动的 我们接下来先把 后面这个地方给组合好 后面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变形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彩蛋在这啊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里头是有两个 两侧 它是有两个小凹的 啊 你可以把这两块 这两个这个 导管这个部分呢 先去对准这个位置 先要把它给对准啊 然后呢 我们要再一次的呢 把这个部件的话 我们前面 给推下去 那推下去的时候呢 是维持住这个 这个地方 让它去做一个 有一个 或者你接触的一个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再把后面这个地方 或者是说 你先把后面这个地方 给扣住好了 简单的说呢 就是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必须的话 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的连接 必须把它给挨在一块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个部件的话呢 又必须呢 啊 再把它扣回原来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变法啊 标准的一个变法 那如果这样子松开呢 就达不到 那具体的做法 就是把这一块部件 这样子 给压下去 到这边 那正确的做法的话 就是 嗯 镜头里头有点不太好带哦 再给各位看一下 它有点就是要利用 因为你看到这一块部件啊 这一块部件 中间的话有一段 它就可以单独动的 然后配合这里 有一个球形关节啊 我们就是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 然后呢 你又必须把这两个导管呢 给放到这两个缺口里头 啊 这个才是它正确的一个位置 把这个位置整个卡死之后 它就已经固定不动了 再把这个原先组合好 这个部分呢 移动过来 它就会刚好呢 这两个凸跟二呢 做一个正确的一个结合 再把这个虎头给放上去啊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人形的头呢 跟老虎头的一个 组合变形的一个方式了 手部的变形呢 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啊 原则上就是把这一个拳头呢 给收进去而已啊 然后把后面的这块部件 移到前方来而已 这个地方挑开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觉得很紧的话呢 还是利用一点工具吧 那再扣进去的时候呢 我的建议是拳头 还是以这个形象呢 来做一个翻折进去 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这样子啊 基本上是会塞得非常的满了 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再把这个手臂的这个啊 这个部分呢 给翻折过来 那这个 兽爪是往后推就行了 然后透过二头肌的转动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双动关节 去调整一下呢 这个野兽的一个前肢的部分呢 啊 就算是出来了啊 那后方的这个尾巴这个部分呢 也不困难啊 也不困难 就直接的从这个地方 第一次的时候从这个地方解开呢 是稍微比较紧一点的 稍微比较紧一点 直接的把这个尾部给拉出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腿部的一个变形了 另外一侧的腿的变法的话呢 我们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一块部件给解开 这里解开 以及呢 这个地方啊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有个翻折的一个面的 把它给翻开来 翻开来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把内部这一块的整个的 透过这里 你这样掰一掰 你就可以感觉得到 它就可以翻动了 我们利用这个转轴呢 把它给整个的都给翻出去啊 能够扯的多远呢 我们就把它给翻的多远了 像这样它整个翻出去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部件呢 稍微做个简单的一个调整 我们要利用这个关节 把它整个往上面反折上去啊 从这个地方往上反折上去 那反折上去的时候 这块部件的话呢 就稍微的去移动一下 就这样子直接的把它给转上去 那转的时候 转上面这个关节 而不是下面这个关节啊 来这边 把它给整个给推上去 我们这 推上去 那因为另外一侧呢 我已经先变好了啊 这里这样子推上来 哎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这里 它就是两侧的话 会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在这边 把它直接的往上面推到底啊 两侧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合并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有一块部件啊 刚刚这块部件的话呢 是要利用这个地方 这些转轴呢 我们把它给 这个地方啊 这里是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螺丝钉啊 这个位置 它是可以转动的啊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一带 这个部分的这个球关啊 去提供我们一些 多一点的一个活动空间 将它给转到这个内侧来 这里转到内侧来 这个地方 翻进来 翻进来 有时候是稍微需要 这个反正就是有谁阻碍你 你就把它给推开就对了啊 算了算了 从另外一次啊 这一侧过不了 我们就从这一侧过来啊 对不对 人生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裙甲这里要先开来 好 这个 这个部件已经翻到下面来了啊 翻到下面之后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物件的话呢 给往后面 推到一个定位 到这边 哎 这块部件 就是放到这个位置来 裙甲再给盖下来 到这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这里不是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方形吗 就是要放到这个缺口里头来啊 你只要对准这个位置呢 给放进来啊 就没有问题了啊 从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这里 基本上我已经对准了 把它给按进去啊 到这边就行了 再来这块部件 反转180度之后 往后面扣过来 到这 到这边 然后呢 这里 啊不对 这个地方要先扣啊 这里有个地方忘了 这里 有一个图要先扣这里 这个地方 哎 这里要先扣上啊 然后我们这个部件呢 就可以往上面按进来 到这边 再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脚掌 这个部分呢 要稍微做个简单的整理了啊 呃 它其实呢 嗯 我是觉得没有 没有很必要变到 反正啊 OK 我就照它的说明硕 变法 这个地方 要把这个 弧形的这个部件呢 要把它给拉出来多一点啊 这个 这边 注意看啊 这里 把它给 哎 这个部件啊 多拉出来一些啊 我们再把它反折回去 那反折回去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地方 原则这里要把它 再次的给扣扣紧 以及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这样子啊 呃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缺口在这 这个缺口啊 然后它是要跟这个 好像跟这个突呢 是要有一个这样 有一句的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咬合的一个感觉 我的感 呃 我的感受了啊 就是说 它的目的呢 这里 这个地方把它给 这个整个给翻出来 然后把它给扣回去 啊 OK 卡进去了 我的感觉就是呢 它的目的只是要把这一块 啊 这一块部件呢 给它尽量的把它给翻出来啊 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这个 腿部的一个变形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去掰它 动它吧 所以没有很必要 我们会 好 就这样子吧 嗯 然后后面这两个 原本的一个人形的这个 后跟啊 就把它给翻上去 那最后就是这个部分啊 这里 这个 呃 应该是说这里啊 两个合并之前 这里 有两块 两块图 要塞到这两腿的中间去 那可以再利用一点点的一个 空间的韧性 把它给压下去啊 到这边 把它给扣到 这两侧来 OK 稍微强压下去 也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这个 这个腰身这个地方 应该是要把它给缩起来啊 这个应该是合体成手臂的时候 才会去用得到 那尾巴的话 稍微做个简单的调整啊 那这个四肢的话呢 还是比较粗壮的 然后这个爪子的部分呢 每一个爪子的话呢 都还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 我们就把它调整成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兽形态的一个 呃一个握姿 我们的这一款啊 吃油神的一个猎虎呢 就完成了一个 从机器人到兽形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我们来看到这款吃油神猎虎的兽形态 首先它的一个造型风格呢 很多人说它跟这个洛伊德有接近 嗯 各位就做个对比吧 我觉得还是 像还是有一点像啊 特别是这个后面这种这种流线的这种造型啊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这个洛伊德的一个感觉啊 但其他的话呢 OK吧 可能就是都是兽形嘛 大家都有做这种比较 那如果你想要做一起收集呢 那他答案我就 OK那随便你啊 那个喷剑啊 这个 这个玩具是挺有趣啊 很多人说 哎呀我很久没有做这个洛伊德的一个玩具的分享啊 啊 有空档的话吧 因为最近大家也知道 我时间来讲的话是比较少一点点 那么这款猎虎的一个分量的话也是很重啊 因为它身上的有一些合金的一个部件 大小的话呢 如果用官方的一个deluxe等级的一个玩具啊 从下方的开车过去呢 啊 是完全可以的 哎 胯下之乳啊 至于他身上的一些细节的话 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了 首先的话呢 这个嘴巴啊 这个尖锐的牙齿啊 以及内部啊 这个地方下巴是可以张开的 下面的獠牙呢 也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部件 这算是他这一次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卖点了 眼部的话呢 是有透明件 但是呢 并没有很好的一个透光性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打光过去 然后呢 这个头部的话呢 是可以再往前动一些 但是让一来就就就会走光了啊 这个又自己去做一个衡量吧 那这里有两条的这个 颜接过来这个像是一个金属的一个涂装的一个油压管 背后的一个造型啊 基本上呢 人形的部分呢 收的还是比较好一点啊 当然本来的这个人形的这个手啊脚啊 基本上原则上也是共用了 那么人形的一个小腿的部分呢 就是拆解成兽型的一个后腿 还有这个臀部的位置啊 尾巴的话呢 有一个多重的一个关节 那这个腰身的话 这里还是可以动一下啊 脚的话呢 是这个 人原本人形的手呢 直接变成了兽型的一个前肢啊 所以可动的话呢 基本上也都延续了下来 那后半部的变形的话呢 就是稍微的 在看说明书真的是会比较比较复杂一点点 但实际上变过一次 你只要掰过一次呢 你知道这个大腿跟小腿的一个翻折收进来 原则上问题也就不大了啊 那人跟兽型之间的一个转换呢 算是比较简单的啊 这个在一个合体金刚啊 这个地方忘了把它扣上了 这里还有一个结合卡扣啊 从这个地方要记得把它给扣上 OK 这样就更加的稳固了啊 嗯 OK 那这个玩具的话呢 本身呢 我觉得以一个合体金刚来讲的话呢 变形的一个难易度呢 是一定要赶快下降 尽量的做一些简化 不然的话 通常也都是这种战师的命运了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 藏丸阁所推出的 持有神中的右手 也就是那个猎虎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呢 只是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是属于真的是比较简单的啊 在合体金刚的这种 每一个角色都要三变的情况下呢 你又要玩兽型啊 或者叫隐藏形态 又有机器人 又有大合体的情况下呢 啊 过多的复杂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真的会让人兴趣缺缺 但这一款的一个简化变形的话呢 我是给比较高度评价的 那身上红色的这个漆面啊 这个自己的印刷啊 都是比较可圈可点的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手掌的部分呢 在你不是大合体的情况下呢 可以两个手掌组合成一个螃蟹 这个也是一个相当加分的一个彩蛋吧 那就利用今天的时间 跟各位进行这个玩具的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